才兩百公尺的半平山 但是也有人爬山的時候迷路了 這是一對國小同學 男女相約在傍晚的時候去爬山 但是到了入夜之後 他們就迷失了方向受困山中 最後還是出動了消防人員到山上去 再把他們順利找到 讓他們也受到了驚嚇 桌球隊走了一個半小時的山路 終於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山處 發現了這對迷路的登山客 其實這座位在都市裡的半平山 海拔不過兩百多公尺 也開闢了登山步道 照理說不該出現受困的求救意外 但入夜後的山區伸手不見五指 即使南登山客自信曾經走過這條山路 在迷失方向的狀況下 別說是安撫同行女伴的情緒 連自己都陷入了無法言喻的慌張當中 方向感沒有了 如果人家講過回檔牆 這是額外的講 還好如今的半平山上手機訊號可以通 這隊大義的登山客就靠著通話聯繫 讓自己被搜救隊巡獲 提醒民眾千萬別小看入夜後的山區 即使只是一座兩百多公尺高的都市後山 迷路受困也會很驚魂 民視新聞協會陳凱茂高雄市報導 既然佩可,所謂的方向